好,这一段是要说明这个上传档案到RapidGate简称RG免空的那个教学 图文教学页面的这个网址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这个YouTube下面注解这边的连结到这个页面 此轮播放速度调1.25可以加速观看 支持这个教学频道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进行订阅,谢谢大家 好,那这个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下载的页面有没有 它分两种模式,一个是单档的下载页面 一个是资料夹的下载页面 那不管哪一种,我们现在要上传 你要建许多的资料夹来放,你不要把档案全部上传到根目录下 你全部上传到根目录下,那个会很乱 所以说你要建许多的资料夹来存放档案才不会乱 好,OK,那注册参考里面的图文教学 这个连结里面的图文教学,教学 好,接下来登录 登录就是点击一下这边的login 点一下之后,就进行输入那个你的email跟密码 然后这个rememberme.go,然后点击一下login登录 好,OK 到了你登录之后就是到了这个主页面 那主页面右上角可以切换语言 好,那个假设那个你一开始是英文界面嘛 那你这个地方切一下 他后来有新增 是那个前年还是去年吧 才新增了一个TW 那个之前的是简体中文 汉语的简体中文 他后来有支援的繁体中文 你就切到这个汉语TW 这个切过来 好,这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 建立之,接下来是建立资料夹 呃,步骤3 建立资料夹 点击我的账户 好,我的账户这个 然后 呃,文件是大陆的叫法 我们是叫做档案 我们叫做档案 比如说这个是这些 有没有这些零零种种的 像这个RAR啦 MKV啦,MP4啦 JPG那些 我们的称呼是叫做档案 那个对岸大陆是叫做文件 OK,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解一下 这样才不会去按错 那这击这一篇教学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那个他有增加了繁例中文 所以说还是用简体的那个 界面在击的 那现在我后来发现 他有增加了繁例中文 所以说我在视频的时候是解说繁例中文 那这个地方点一下我的档案 OK,点一下 那到这个界面之后 点击一下这边的创立资料夹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资料夹 或者是叫做目录 我们有两种称呼 一个是目录 一个是资料夹 那对岸叫做 那个文件夹 那个大陆那边是叫文件夹 点击一下创建资料夹 按一下之后 输入名称 请注意一下这里的名称 你不要用中文 也不要用特殊符号 你就很单纯的使用英文 或者是数字 或者是因素组合 因为这边的这个名称 后面会变成网址 他后面是要变成那个资料夹的网址 所以说你不要去输入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个符号都不可以 你就输入很简单的 那因为我要那个用gain做范例 那就输入一个gain 那你软体的话就输入一个software 那你要用那个就是用那个google翻译啊 你自己翻一下软体 我这边key一下软体 他就会用software 软那个游戏就是game 那影片就是那个movie啊等等的 你自己弄一下 那比较简单一点的话 你就是AAA BBB CCC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用因素组合 好22334455 好OK 好点击之后确定 好这个地方那个名称就是要用因素组合 好 那接下来是上传档案的部分 OK 那这个如果你的那个档案的容量很大 参考一下这里面的教学 这里面中间的这一串 这一串是上传的 这一串是上传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你单档你不要用的很大 很容易造成那个下载的人卡死或卡住 那个会造成重新下载永远下不完 这边建议你参考一下这里面的那个分卷压缩 看你是要用7EEP还是用1RAR 那个分卷的加密压缩 分卷压缩跟分卷加密压缩 参考一下这里面怎么弄 这里面也有分卷 分卷加密压缩 就参考一下里面的连结 用成那个分卷的加密压缩 好 那因为我是要用解说 所以说要上传比较快一点 所以说我用一个 那个资料夹比较少的容量比较少的 比如说这个只有300M 300M我把它原则上是压成一个档就好了 但是我要解说 所以说我把它压成50M 容量比较少一点要解说 解说分卷的 那你假设你要上传 比如说5G的话 那你就是500M 分割成10个档 或者是700800M 那个7800M都没关系 因为现在的浏览器 我现在浏览器跑那个HDM file 它是支援多个档案上传 那你分卷多一点的档案是没什么关系的 好OK 那这边是密码 因为我要解说 所以说我档案压的比较少 一个容量比较少的 来做那个分卷压缩 好 要不然那个压要压很久 那个 那个解说上会要拖一点时间 好OK 那压完之后 那压完之后 你弄到一个那个 档案比较少的一个目录里面 这样的话 等等在上传的时候才不会弄错 因为我的桌面 东西放比较少 没什么东西 那有的人你的桌面已经到这里了 放游戏软体工具等等 滴滴滴滴滴滴 已经满到这里了 我有见过那个 他放很多的那个 捷径满到这里了 我那个桌面是比较干净一点 几乎全部清空掉 是没有再放什么东西了 好 那你自己找一个那个 资料夹比较少的 的那个 那一个 然后把这个档案 分卷的档案丢到 那个资料夹比较少的 的那个 档案里面 将等等上传的时候才不会按错 好 那接下来是 上传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点击这边上传档案 这边 我们是叫做Web上传 或者是叫做网路上传都可以 点击一下Web上传 好 这边这个步骤 第七个步骤 这边图片 七 八 好 就参考一下这图片的那个数字步骤 第九个步骤 这边要打勾 我语业读 等等的零零种种 这个叫做服务条款 滴滴口口一大堆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打勾 打勾之后 点击一下上传档案 好 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下第十一个步骤 上传字资料夹 这边勾一下 我刚才借的GAM22334455 好 这个资料夹 好 这个 好了之后 接下来 点击一下第十三个步骤 那个数字13 选择档案 好 那接下来 那个这样子 可能是这样那么小小的嘛 那你这个地方自己拉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接成清单或详细资料 好 因为如果你用这样子 那个很难很难选啊 好 这个是触控触控在用的 那我们一般电脑的话 就是用清单跟详细资料 好 清单 好 然后再指到那个指定的那个 好 我是放在桌面啊 你自己指定一下 看是 你的那个档案是放到哪 自己指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自己切一下 好 OK 然后这个地方拉一下 因为刚开始这样子嘛 你自己拉一下 好 OK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从学校毕业太久 忘记怎么按 那我这边就说明一下 Ctrl 不是Ctrl Shift 配合滑鼠左键 可以头跟尾直接选取 Ctrl 配合滑鼠右键 是单独选取 好 它会变成反蓝色 或者是滑鼠左键 压住 好 选取 这样子 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一次要上传多个档案 是这样子 才不是 这个档案上传不是一个一个在那边开 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分卷压缩 比如你有十个 好 Shift 按住 配合滑鼠左键 压住 选取完 然后点开启 它会列列在这里 因为现在的浏览器是支援 那个多档案上传 好 OK 好了之后就点击一下上传 然后它就会开始跑 好 然后等待上传完毕 那因为要那个上传需要 那个 他这个上传完了 上传完 因为只有300mah上传的比较快一点 那这个地方你要 你就挂住 挂住等他上传完毕 好 确定上传完毕没错了 你不要急的这边点凝结 你就等他全部传完 因为那个500mah 比如说你分割每一个档是500mah 700mah 或800mah 或500mah 不是 或是800 甚至到900mah 的 那个要上传比较久 你就等着挂着给他上传 慢慢传 等他传完之后 好 确定 那个读取条全部都满了 OK 没错 你就点击一下连结 好 OK 那接下来 是要 那个 贴上bbcode代码 那个论坛的bbcode代码 点击连结之后 点击一下这个bbcode 好 这边 点击一下这个bbcode 他是切换到这个bbcode 那这个是 那个文字文字的 那个text 这个 text 这个 是 那个 存文本的 那我们把它切过来 这个 bbcode 这个 好 好了之后 点击一下这个 不是 点击一下copy 你在这里面 点击一下Ctrl加A Ctrl加C 也可以 好 全選 Ctrl加A是全选 Ctrl加C是copy 也可以 那你这边直接点这个 复制也可以 他就复制到剪贴簿了 复制到剪贴簿 好 OK 好 那接下来 那个 将 单独档案之下载 连结的bbcode代码 贴到论坛上面 假设你要分享东西 将档案上传到 B2P这些的网站 那这边有一个那个 BT分享测试站 你可以在这边做测试 测试 测试 你就点进去以后 那个 那个测试发帖 你可以到这边按 这样子 那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这个是测试啊 那这一些的 你要发帖到这一些的 那个论坛里面 要注意 论坛发帖和那个Facebook Twitter Line 等社群媒体那不一样的 他这个论坛里面 论坛发帖 他每个版区 他有他的版规 你要先看一下 那我这边的建议是 你要先参考别人的帖子 你才可以进行发帖 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帖子有没有 有五个东西 主题名称 预览图片跟 檔案描述 下载网址跟解他密码 这五个东西是最基本的要求 好 1 2 3 4 5 好 OK 好 那我这边就下来 用这个做翻例 好 最基本是五个 这个是每个版 那个论坛里面的版规不太一样 那有的是那个主题 的要求 的规格不太一样 你要去参考别人的 那个 这边的论坛 你要去参考别人的帖子怎么发 然后你再自己做修改 这样子 那大致上是 比如说是什么游戏 然后是什么游戏的名称 容量 然后你存放的那个档案 比如说我现在存放的四照 是这个 那个 Rapidget 这个空间 那个改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用什么下载器 JD 跟白马 或是浏览器 等等 好 OK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 Copy一下 复制 下载网址 好 这边 OK 那这个下载网址 你不要全部黏在一起 那我让大家看一下 你全部黏在一起 会那个不好点击 很容易点错 你不要这样弄 你这个地方要给它空一个 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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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子 好 OK 好 那这个 预览图片 参考一下这边 用萤幕截图 比如你什么 那个 什么东西 你要 你就是把它打开 有一个画面嘛 你用那个 那个 萤幕截图的软体 截一张图 然后再裁切 将 那个 要展示的 要预览的图片 把它裁切下来 然后上传到图站 然后再将 那个 图片连结 贴到这里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档案描述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档案描述 OK 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分享的空间 等等的 存放时间 下载工具 这些的 好OK 大概就是五项 12345 好 那我现在 现在要说明的是 那个 大部分都是这个 现在 的 这里面的论坛 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这个论坛 那他这里有一个 那个高级 点一下 将这个存文本 好 论坛发帖的部分 我这边建议大家 尽量使用存文本 你要去习惯 那个bbcode的代码 比如说图片的是ing 连接的是UIL 好 那还有一个是 那个隐藏 那个帖子的 是height 那这个部分 我会把 那个 bbcode的代码 参考一下这边 这边 里面的教学 好 好 那个你就是点进来之后 到这个站 的这个 里面有那个bbcode的代码的教学 好 因为使用那个存文本的 后续修改文章 比较方便 或者是复制到其他的论坛 比较方便 好 你要习惯用存文本 那再来是这个 有的时候 你要去调整一下位置啊 什么的 因为你可能四五张图 两三张四五张 你要把这个图 放到这下面 或者是哪里 很难搞 你使用存文本很简单 你就是这张 copy一下 剪下来 贴到 某个部位 或者是这个地方要移动啊 什么的 比较方便 就是存文本 比较方便啊 好 你要去习惯那个存文本的 那个 这些零零种种的代码 是这样子 这边是建议大家 要习惯存文本 的方式 就参考一下这张图 这边点击一下高级 把这个存文本把它打开 这样子 好 OK 好 大概就是这些 好 好 那接下来解说的是 得到资料夹的BB code代码 好 这个是这样子 那这个怎么关闭 这个X 或是点OK 就可以关闭 好 假设你的那个 那个 分卷要说是 20条 的那个 那个连结 太多了 其实5条以上就很多了 10条的 那个 单档的 多个档案的 那个连结 网址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就已经很多了 那个10条 比如像这样子 10 10几条 好 那已经太多了 那已经太多了 你这样子 copy贴上很容易搞错 那这边有一个方式 就是分享 资料夹的 资料夹的下载的 那个王子代码 那这怎么弄呢 好 就是压缩分割档 你只要分享一条连结就搞定 这是比较方便的 好 点击一下我的帐户 我的档案 回到那个 这个 档案管理器 这个 这个是档案管理器的界面 然后点击一下root root root就是根的意思 root root r-o-o-t 根 root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名称 叫做根目录 点击一下root root就是回到根目录 这样子 回到根目录 回到根目录 回到根目录之后 这个地方 比如我刚才见的这个 can223-4455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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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会显示档案数 那是容量 你将这个打勾之后 然后点击一下这边有个连结 点一下 它就出来了 好 这一条 就出来了 然后 我现在要到那个论坛分享 加上bbcode代码 它前面跟后面会加一串那个UIL 的bbcode代码 好 之后就点击一下copy 或者是你Ctrl A全选 或Ctrl 接下来Ctrl C Copy都可以 好OK 然后回到这里 改一下 好 下载房子 下载房子 就是一条连结就搞定 那在前面跟大家说了一下 有说过 这个你的那个连结 不可以使用其他的中文 不可以用中文或特殊符号 的原因在这里 它会将你的目录弄成凝结 有没有在这里 好 这样子 OK 保存 有没有 那这样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 有一点太短了 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好 有没有 修改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copy一下 把这边copy过来 好 好这边 贴上 贴上之后 那个游戏 然后这个地方 改一下下载 这边 然后那个 网址啊 下载网址 连结好了 不要 改一下 点 这 好 点这 好下载 这样子 好 这边有个中括号 好这个中括号 它是这样子的原理啊 好 它是 你注意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中括号 你要去习惯 那个BB扣带嘛 然后这边有个中括号 然后这边有个斜线 是结束的 结束的 这边是开始的 然后这边是中括号 中间的是我要 那个 显示的文字 那这是结束标签 好 好 OK 保存 有没有 它就会变这样 点测 好 那个 再改一下 下载 贴过来 下载 游戏 好 好 这样子 好 自己改一下 好 有没有 这样就好 那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点一下就进来 它就变成资料夹 资料夹的方式 这比较方便 那下载的人 只要点 点进去 好 你不用去这边做一些排版啊 什么的 那很容易弄错 好你不需要 你只要分享一条连结 然后改一下它那个字就好 就OK了 这样子 好 OK 好 那接下来是移动档案 好 因为 假设你前面没有按到 那个 你上传档案 比如这个 有没有 你没有按到 那个 上传到哪个资料夹 那你档案上传到了 根目录 好 你东西全部丢到根目录了 像这个 这五个 你不小心丢到根目录了 这怎么处理 打勾 好 我现在讲的是移动档案 就是你东西上传错地方 你东西全部上传到根目录 那你要怎么移动 好 是这样 这边这 这些打勾 我要移动的 那接下来点一下 这边 减下 好 这边有个减下 点一下 好 OK之后 那 比如说我要放到 gm555 这个目录 好 那左边的这个叫做速中图 好 速中图 左边叫速中图 点选到指定的资料夹 比如说 我现在要弄到gm55 点一下 好 之后再点击贴上 这边有个贴上 点一下 他就在处理中 就移过来 好 很快就移过来 那返回跟目录 点击一下这边 左侧这个东西叫做速中图 有没有 这边就被移动到了这个gm55 里面了 这样就OK了 就移动好 好 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会那个 不小心没有按到 那东西 全部上传到根本录 那这怎么办呢 就是要移动档案 这样子 好 好 那接下来是 那个资料夹更名 跟档案更名 这两个也要会 好 比如说资料夹更名 这样子点到root 回到根目录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刚才建的这个gm 这个名称太长了 我要改一下 打勾 重新命名 好 嗯 gam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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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确定 他就更名了 这个资料夹就更名了 这样子 那我来看一下 会不会有影响 哦 不会有影响啊 有了 找不到 好 那没 那个就要重弄 好 他找不到 copy一下 OK 好 那这边就要改一下 好 这边 那这 你这样call的时候 有没有 这边多了一个 那个空白键 不是多了一个换行 这样不行 好 要检查一下 那有时候那个l 有没有 会多出来 也不行 好 你要注意看一下 点html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那个中括号 好 确定 好 OK 没错 保存 好 OK 然后再点击一下 点这下载 确定一下 好 OK 没错 好 是这样子 这是更名 好 那档案更名怎么弄呢 那也一样 好 这样子 档案跟名一般是比较少弄 大部分都是放 因为这个 这个空间 这个rg空间是30天没人点击 就直接删了 它会自动删掉 我们一般不会去档案跟名 那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弄 勾选一下 好 然后重新命名 这样子 命名完之后 再点确定 好 我们一般只是最 比如说这里面的东西 你已经 那个 因为我现在 因为我后面要讲一个 那个这个 删除资料夹 跟删除档案 那一般我们是没有在删除 资料夹的 也没有在删除档案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弄 那 这个删除资料夹也很简单 就是点到root跟目录下 好 比如说你要把某个 资料夹删掉 勾一下 然后直接点删除 就删掉 但是我们一般是没在删除 资料夹的 我们一般这个资料夹 我们是用重新命名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资料夹 有没有里面的档案全部被删掉 就是没有人下载 30天没人下载 要全部删掉 那这样子我不需要重建 我不需要点建立新资料夹 我直接重新命名 比如说这个没人下载 我直接那个改成那个soft software 就是某某的软体 222 点一下更名就好 然后再将东西传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是这样子 好 那 假设你上传错了 你东西上传错了 你要删除也可以 好 就勾一勾 然后点击一下删除 比如说我不小心重复上传了 上传错了 好 好这样子 但是 这个地方他要求比较严格 你要 他有一个那个 有没有 我传送了一条启动连结 到你的email 你要去email 点击那个启动连结之后 才可以把档案删掉 是这样子 资料夹也一样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没在删除档案了 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这个你的空间满了 好 就是说他这个有空间的 不晓得多少的 他有空间限制 你东西上传太多满了 那你就要删除一些旧的 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 删除资料夹跟删除档案 在rg里面 是需要点击一下启动连结 你才可以删除档案 跟删除资料夹 是这样子 好 那删除 你也要会用 这样子 然后跟名也要会 好 ok 还有档案移动 那个最基本的 这三个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有时候会上传错误 好 好 那最后面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叫做结束分享 好 其实像 RG这类的免通 30天 无人点击自动删档 那他是有他的道理 因为许多的影片音乐 他是有版权的 所以说必须删掉 那我这边跟大家提两个建议 你分享的东西 你分享的东西 我现在讲的是有版权 假设是有版权 你不可以公开 你不可以发表在公开的板块 公开的版区 好 不可以 好 不可以 这边 不能 你不能发表在公开的板块 不可以发布在公开的版区 因为 这个里面有没有 他有的是将那个 电影 跟音乐 他是公开的 那个你不要去发 你不要去发 那种通常都是什么 澳门香港 那些人在发的 那些 他们没有什么care 好 你不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 你不要去发 发在那种公开的版区 这是不可以的 有没有 好 那这怎么确认 什么是公开的版区 不公开 这里 好 比如说这个连结 好 你今天发表 你发表了一张帖子 你发表 好 这边 我这边用那个Mytosoft的那个edge 好 开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贴上 好 有没有 抱歉 你尚未登录 没有权限 访问该板块 好 那这种是ok的 你才能发 好 是这样子 好 好 就是该板块 即你发表的帖子 游客不可以看到 未注册不可以看到 非会员不可以看到 好 这样子 就是 那个 游客未注册跟非会员 就是看不到你发表的帖子就对了 你才能去发那种的板块 是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建议 分享的东西 如果是有版权 你最多30天 30天到60天差不多够了 你记得要关闭 那这怎么弄呢 这个是这样子的 结束分享 好 你直接把文章编辑 这边有个编辑 你把它改成结束分享 已经结束分享 谢谢 好 这样子 大约 那个 一个月两个月左右 差不多够了 你记得要把它改一下 你不要长期的挂在那边 这是不可以的 你要把它改成结束分享 好 已经结束 分享这样子 差不多一个月 两个月够了 你就要把它改掉 是这样子 那我讲的是针对有版权 你发的东西的是有版权的部分 你没有版权那一种 那个无所谓 你就挂在那边放多久都没有差 但是是有版权的 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你就是不能发表在公开的 不可以发表在公开的 那个板块板区这样子 然后30天 或者是60天 一个月两个月 你要把它改成结束分享 好 这样子 好 OK 那这是最后面跟大家讲的 那个 那个结束分享 的部分要注意 好 那个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 你要在这边的论坛 发帖发文 他的规则比很多 他的规则比很多 他有他的那个版权 那个 版规 要搞三五年 不是说你 那边注册之后 就可以弄 不可能的 在论坛上发帖 你要 那个 那个 当那个 潜水 潜水夫 潜水个三年五年 你才有办法发 因为 他里面有很多的版规 像 这里面你去注意一下 他这里面的那些发帖的人 那个通常都是十年以上 都已经搞十年左右了 他们才才会发 这样子 所以说你也没关系 你就是 在里面 然后慢慢的去研究 因为这个论坛 他那个 有那个版规 比较 那个多一点 那你就是 研究个三五年左右 你再进行发帖 这样子 好 那你刚开始 如果要 练习发帖的话 这边有一个那个 测试站 然后可以到那边 进行发帖 好 就这样子 好 那 OK 如果你要 donate 赞助这个教学频道 在YouTube视频的注解这边 有一个donate 赞助连结 好 点击一下这个连结 到这个页面之后 那个 点击一下这个网址 或这个按钮 可以到欧富宝交易平台 好 到了欧富宝交易平台之后 点击一下这个 在这个 框框 可以输入金额 就是你要赞助的金额 200块 或者300块 或500块 或1000块 等 这边输入一下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填写寄送资料 到这个页面之后 红色的信号 红色的信号 是必填 这边有红色信号 可以 第一个要输入的是 姓名 手机 跟你的email 好 输入完之后 这边地方打勾 它会直接的copy过来 好 将姓名手机跟 那个email copy过完 那备注的地方 你可以填写 也可以不用填写 这没有关系 留空没有关系 好 这个地方 记得打勾 我以 阅读并了解 这个是服务条款 好 这个一定要打勾 打勾之后 点击 欧富宝 付款去 然后接下来是选取付款平台 他这边提供了信用卡 欧富宝账号 跟 欧富宝账户 跟那个atm 一个是网路atm 跟atm 柜员机 还有一个那个 超商代码 他提供了五种的付款方式 好 选择一种方便的付款方式 OK后 点击一下下一步 那 接下来会跳到那个 一个页面 那大家在做后续的处理 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支持力 Mark Chan教学频道 好 OK